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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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回到第二节 繼續談南非大都會錦標的其他參戰馬 談之前我們又做了一些數據 因為今屆是有三歲馬參加的 大都會錦標 那三歲馬在近五屆跑成怎樣 有贏過馬的 一百年就破數據 史萊斯八年來 三歲馬勝出 因為三歲痴馬再輕一些榜 三歲紅馬其實也是一一九磅 所以有時考到長途都可以挑戰一下 為何特意會這樣找這個數據出來 因為今場有一匹三歲馬參賽 雙倍勝在當地應該都很注目 最近他贏了南非的好望國堅尼大賽 那是一級賽 當時跑了一千六米 這場他沿途守著在前面 和放頭中檔那隻馬都前逗了一輪 大家鬥到難分難解之際 但是去到最後百多米 他開始壓制著對手 然後逐漸把對手拋離 他後來幾步的加速力挺好 是的 因為他跟黑艇和坐衣 但是父系好事成雙 載顯光芒都是好事成雙 所以增情應該都OK 問題就是剛才看片 很多對手選擇同日的政治家禁標 因為阿山跟著跑好望國打比 他一跳跳上來跑 但是多要試一下 獎金又高一點 令到馬斯也給人信心 不過又這樣說 他剛剛輸給他跑第二 那隻Pullman Power 其實有份跑女王碟賽 他接近的 他只是跑第五輸給科美迪 一個馬位都不夠 如果這樣算 那雙倍性是這組 可能贏科美迪 甚至乎可能有條件爭勝 還有要留意 馬安東的選擇 因為這場賽事 其實馬安東可以騎在顯光芒 他沒有騎到 結果騎了這輛雙倍性 馬安東在近五屆大都會錶標 他也有份上陣 原來成績很好 全部前四 還有有三匹是那一屆的大熱門 彩虹橋肯然是厲害 再顯光芒 律政鴻英當年也是馬王 所以其中都是熱門 結果今天解了這匹輕磅的雙倍性 三歲的讓磅 看看能不能造就他 還有這匹馬的跑法 有可能適合這場賽事形勢 三歲馬我們看過 貼馬也有 這場全場為貼馬 馬麗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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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也是跑過好的賽事 三圈錦標 千百米 這場馬裏 因為蘭森隊長 強索納特那些 就不肯 跑回那場馬裏卡錦標 他越級挑戰 他上來這裡 撼連獎的紅馬 中間衝上來 但這隻馬 其實你看過之前 二千四 他也贏過表列賽 路程方面 可能他真的越長越好 看他終點時的勢 就是越追越近那隻難心隊長 到尾 就和他夾慣夾熟 人我們當然不擔心 那馬的能力 究竟可不可以和這群 這麼強的對手困 在賽事前 找了馬麗拿的連馬斯 貝文森呢 說說說這匹馬 Grant was a lovely run from her she was running on strongly at the finish and she took a little time to unwind and get going in the straight so I think the two thousand metres will be right up her alley obviously we're taking on you know fairly tough bunch of colts this time around but I don't think it's without her reach and she's doing really well at the moment and we're obviously hopeful two thousand will probably be her best sort of trip even further I would think you know the whole family goes that sort of trip and you know she's got a great turn of foot and we just got to be hopeful as I say I don't think she's without a chance you know on that last round she was perhaps a little unlucky maybe not to get up in time but yeah we'll just have to see how we go but I'm fairly hopeful 其實馬麗拿就贏過二千以上的逃程 只不過就說近騎少跑一點 以及能力上 困這組對手 可能真的有少少月級的感覺 看看可不可以今次跑得好一點 如果你叫他縮程跑馬略卡錦標 也是追不及的 不如搏一下跑二千左右 多了 其他的對手 牙齡有些馬都見過了 再顯光網 今次交給范德寶 在我們的賽事 其實都不僅說大都會錦標 其他的賽事都見過 近期跑成怎樣 都有一場拍得到他的 好又談得上好 好像都好像 都是退的 都始終七歲了 都難免都有少少退腿的 你跑條件洋榜賽爾 以許級數 應該都要贏 應該必須要贏 對 那他都OK 維持著 但是這次 大家連獎馬都 其實副榜差一磅 有些是平榜 沒什麼好處 都尊重他第四次跑 但是 跑到他很健康的時候 都是接近的 都是比較難的 又沒有當瑞 又沒有綁 也沒有什麼好處 好像真的下風 剛才那場是利敬國騎 之後馬安東跑那場 都是一般 還有一直以來 我們看到 一來他沒有我們 直播賽事的運 都是跑得很好的 二來 二千好像真的沒有 六千八那麼好的 所以是擔心這一點 又不在他最銳的時候 所以這場馬 或者選擇一下 就未必選得到他 其他的對手 有些可能更像 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姚滾寧格這些 經常都是擺在前面走 要跑得好 其他對手追不到 或者被他放掉了 場地好利放 看看這次行不行 看看旁邊那隻哈維德 兩隻比較 因為姚滾寧格是一隻步速 即今場快還是慢 都在他身上 但是那隻哈維格 一路慢慢 好像有些進步 哈維德 一路慢慢有些進步 姚滾寧格 叫做在中檔保持走勢 哈維德可能早轉有些望空了 這一場就跑得比較差 是這場差勢 其實前前後也好 就是哈維德 跑完那場之後 哈維德他跑了什麼 跑總理錦標 完全不同 所以不要看剛才那場的片段 那麼簡單 看完跟著的片段 總理錦標 他有份跑 當時載顯光芒和他一起跑 都是在海裡移屍 為何說載顯光芒不一般 這場就比較差 快點 哈維德這場 跑出他水準 史萊斯四隻 哈維德 現在起碼年輕一點 跟載顯光芒比較 如果兩隻要選 都是選他 是 內蘭 這次早段是有Cover 他沒段就交出他應有的充斥 超級瓦落 但是 因為哈維德 其實你看到去年 在好望角打比 輸給後衛 都第四 所以二千米路程 其實他都叫有根有據 這些是博進步 當然說 說真的這場馬 剛才數完第一節 那幾隻硬的東西 你要過那麼多關 其實都不容易 是的 剛才有阿佳所說 其實他三歲那次 他對過科維迪後衛 就完全不行 最近成績不錯 不過少許挑剔 他好像避了強手的戰線 而跑得好的成績 這次真的挺嚴峻的考驗 不過始終是史萊斯 我覺得這些都是要看著的 還有 出到三匹四匹的 你一數數下 可能再顯光芒 如果對比其他三匹 可能都下風些 而反而這匹哈維德 一來又是四歲馬 他沒看完底 二來他不是沒有走勢給你 每一次 我想是一場半場 他跑得沒那麼好 多數是追勢 是屬於一些暗牌的馬 所以哈維德 我覺得如果對比再顯光芒 可能我稱高他一點 還有再顯光芒 有一個都挺不利的條件 好像沒有什麼人選騎 馬安東和李敬閣 最近都跑過 現在變成了范德寶 好像賣靜借一樣 我都相信黑艇 這隻馬都很當蕊 正如我之前所說 看他的冠軍杯 末段轉腳力拼對手 女王碟賽一樣都是轉腳 扔掉對手 鬥心都很強 2000的確是一個疑問 不過剛剛我們看史萊斯的訪問 他對他都很有信心 還有如果步速比較偏慢 他也會移應付些 雖然說我經常不喜歡關銘樂 但他跟這隻馬真的都挺夾當 跑兩次一級賽都會贏 我覺得有機會再贏多一場 其實三強都經常對壘 都會有勝負 你說科美迪很大機會嗎 但其實後衛都贏過他的 在漁洋傳播之前幾乎2000錦標都贏過 這次跑回2000米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貴內1600兩場熱身輕輕輕輕輕輕輕 不用太介懷 不贏 是否有些狀態回落 尤其是上一場 看傑棋跑 輕輕推送 好像都點到即止 這次跑回2000 換回合拍騎士 2000米一級賽就跑兩次 他全勝 所以後衛 不知道有時候選馬 都看看有沒有緣分 我們上次有緣分 這次就再選 還有回配李敬國 我覺得這個因素都頗重要 剩下那個位置 正路做了科美迪 很準的馬 無論什麼路程 你都不需要擔心他 不過我想試一匹新上來的 雙倍性 因為這次 如果看回整場馬 出馬就不太多 放在前面走的馬 也都不算很多 雙倍性 第一將會是其中一匹來的 一拿著它輕綁 還有馬安東簡 剛才我們看過馬安東的數據 多厲害才行 在這場賽事 他選的馬多數都有表現 而最重要 始終是好事成雙的指示 好事成雙 英國冠軍錦標得主 就是我總是不相信這些馬 跑二千就不行 還有有其他賽事選的 為何千六不跑 是要跑到二千 相信 如果看回上一場賽事變亂 我想幕後都看到一些 應該可能千八二千 對他的加速來說 就更適合 始終是史內斯訓練的馬 如果把一匹新上來 可以反轉大局的話 應該是這匹十一號的雙倍性 這次的賽事 八場的賽事 南非會帶都會錦標 星期六晚上 頭場賽事的開跑時間很早 七點五十分就開始了 一直播到晚上十二點左右 八場的賽事 提提大家 記得留意 參與的時候 是S1的第四場開始 即是我們轉播的第一場 實際上是S1的第四場 由第四到第十一場 大家記得留意那個場次 二就見不到大家 去到三月才和大家見面 我們應該要 很多戰線到時候 在杜拜那些 杜拜七日星期六 和紐西蘭打比大賽 今年都將會有看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次的預游直播賽事辭職 再和大家見面 再和大家見面